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集日起至9月13日 与东海大学美术系合作推出Murmur创作展 展出13位年轻艺术家的精选作品 包含西方绘画、水墨、胶彩、数位影像、地体雕塑与复合梅材装置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 这一次的展览里面大家会看到他们的作品是相当多元的 那有可能大家比较传统认知的一些绘画 不管是东方美材的水墨胶彩 或者是西方美材的像是压克力画布等等 也有一些像是影像输出 也有一些空间装置 甚至有一些是动力装置 那甚至有一些绘画 它也不是采取墙面绘画的形式 它可能让它变成物件进入空间 也就是说我期待的这个展览 并不是一个太保守太沉稳 太四平八稳的展览 因为这个展览其实它主要就是面向年轻创作者 那这个面向希望能够去召唤 或者是造成一些反应 让他们同一个世代的人创作者 或者是比他们在年长的一个世代 譬如说我这个世代 能够借由他们的作品看到他们属于他们的活力 他们到底现在在面对什么样的人生的问题 它那个东西可能会是一个共性的 不会算属于它的 那如果他们作为一个创作者 在艺术创作里面又能够多么的活泼 多么的具有实验性 多么的开放 多么的灵活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在这个展览里面 希望能够借由这些创作者表现出来的一个展览的主要方向 因为我选择的图像都是经过转印跟黏贴的 然后让它去生成一个镜像的符号 然后其实常常都是这样的过程中 然后会有某种像仪式性的感觉 就是像你把自己的心灵去洗刷之后 然后慢慢的去复原 慢慢的去修补 慢慢的去承载自己 然后在像是不同的经验过程中 然后去把自己像是不同样的书去说给别人听 这个《撒谋之书》就有点像是 我们把自己的痛苦经验召唤回来 然后去让我们去更好的去了解说 我们该怎么样去更好的去面对接下来的未来 东海大学美术系挑选25到32岁 持续创作的年轻艺术家参与展出 并以Murmur作为展览主题 透过词汇的意涵 无论是碎碎念 窃窃私语或是心脏的杂音 反映1990年前后出生的年轻艺术家 集体的世代焦虑 以及各自失忆又暧昧的喃喃自语 鼓励青年勇于创作 努力追求艺术表现 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导